今天是第八次上課 前幾次的上課影片都有在這上面 等於是我們這課程已經上到一半了 所以上個禮拜有請大家回去 再試著找一個你覺得比較有興趣的資料 然後做一些練習 然後交個作業 主要當然是希望你們把前面的東西再稍微複習一下 當然我們前面上個禮拜主要講到的部分 稍微再重點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的話我們主要重點大概擺在就是 做一個作業的分析、作業的說明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講到有關這個Jackson格式 因為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占的比重 這個僅次於那個CSV檔 那當然可以想見這個檔案格式的重要性 其實越來越高 那主要是做資料交換 當然跟CSV其實差異性還蠻大 因為CSV其實它主要就是 資料跟資料分欄 它是用豆點隔開 但是Jackson的話呢 它其實就不是做那個類似像 這個CSV一樣那麼單純 而且每一個Jackson的檔案格式 長得也不盡完全相同 那當然它有幾個特點 一定它會有中刮弧 那中刮弧裡面實際上放的就是所謂的正列 或者串列 然後呢 裡面當然一定會有大瓜糊 那裡面的話呢 就放一個類似像 如果Python的話叫字典 然後有Key跟Value 那我們其實要的資料是在Value裡面 那我們上個禮拜 基本上至少有用了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的話呢 當然前提可能你一定還是要有 Excel最新的版本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 Jackson 你Excel不是最新版本的話 它那個功能裡面呢 你也看不到 就是說那個從檔案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說 到底你有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啦 你就打開你的Excel 然後找到資料裡面呢 取得資料這邊從檔案 有沒有這個從Jackson的功能 大概就知道了 那如果當然你有這個功能的話呢 其實喔 要解決那個Jackson的檔案賄賂 或者叫API 的賄賂呢 就簡單很多啦 完全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就可以把資料給讀進來 但是呢 如果你假設不是最新版 當然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上個禮拜的話呢 其實我也講了 至少兩個 如果你沒有這個最新的版本 的這個最新功能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其實後面這個XML 其實也是大同小異啦 就是說也是會區分成 如果你假設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那應該怎麼處理 不過XML的資源相對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那個Jackson的話呢 主要最早呢 它是在JavaScript裡面 產生的 所以它基本上 如果你要解析它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JavaScript 那JavaScript其實只要宣告 一個物件名稱 那把你要的那個Jackson的那一個部分的陣列 或者是字典 直接丟給這個物件 然後去解析它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資料了 OK 所以上個禮拜大概重點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那上個禮拜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假如我們有這個功能如何做 所以這個前面部分的話 我再把那個重點回 其實主要是利用這個功能 資料裡面 從檔案裡面的那個 從Jackson 那當然它的操作 也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這個操作 我覺得細節還蠻多的 你只要有一些地方 你漏掉了 你要把資料抓下來 倒也還是會有問題 OK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一樣在雲端白板裡面 找到那個第一個單元 那我們上個禮拜練習的那個連結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找一下 這個Json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 找到 找到那個 這個PM2.5的這個練習 那裡面當然它 PM2.5其實它除了 這個 Json的檔案格式提供之外的話 它其實還提供各式各樣 包含CSV 甚至XML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順便把其他的部分 稍微做練習一下 那底下 OK Json的部分 那Json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範例是這一個 那當然呢 最 把它打開 裡面的話提供三種格式 而且我發現 其實在開放資料裡面 它 有的時候有些資料呢 雖然說它表面上 只提供CSV 但是它底下好像還有提供其他的 也一樣可以拿來做練習 那當然我們今天是用那個Json 那Json的部分的話 你把它點擊 那這個就是我們需要的連結 在這裡 那你點擊開來 它會用那個 Chrome瀏覽器 直接把它打開 那當然呢 第一個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資料 它 馬上就來一個大瓜糊 那理論上當然會有個尾巴的後瓜糊 那你會發現它如果是大瓜糊 它一定會有Key跟Value的概念 也就是前面是Key 後面 冒號後面的話呢 是Value 那也就是說前面就是 它有點像它的編號 後面帶什麼資料 中間加一個帽 加一個那個帽號 所以這個 有點像它 它這個資料的欄位名稱 這個欄位裡面放什麼東西 然後呢 當然我們要的資料呢 基本上是放在比較後面 其實這樣往下捲動 馬上還是可以找得到 在這裡 當然如果你 你假設以後呢 有一些資料呢 基本上 比較複雜一點的 因為它有時候 不見得會幫你折行 像這個資料 基本上還蠻貼心的 會幫你折行 有些是甚至全部都串在一起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前面就定義了幾個名稱 像什麼Field 這個應該是讓我們知道說 每一個欄位 它到底的一些細節 Field 然後底下的話 還有什麼Resource ID 然後還有什麼API Key 那也就是說 未來可能 這個資料 如果你沒有API Key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做存取 也就是這個資料可能會保護吧 我看這個也是趨勢 以後的話 有些API的資料 沒辦法存取 不過如果沒辦法存取 為什麼叫開放資料 這可能它未來 如果遇到的話 可能還是要注意 然後呢 你會發現 這個Key後面帶一個中刮弧 那中刮弧呢 表示說裡面是放一個正列 或者叫放串列 那裡面的話 當然就一筆一筆資料 第一筆資料這個 豆點第二筆資料 豆點第三筆資料 那每一筆資料 你會發現一樣 會有 如果是大刮弧的話 一定會有Key跟Value的概念 所以前面的話 一定是它的Key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中 想像成它的欄位名稱 後面就是它的Value 那基本上我們要的 主要是後面的東西 然後前面的話 主要是它的欄位名稱 所以我上個禮拜有提到 它這個格式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會讓這個檔案變龐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會發現它欄位名稱不斷重複 有沒有 這個是它哪一個側站 哪一個縣市 PM2.5多少 然後什麼時間 然後什麼單位 總共五個欄位 可是你會發現 每一個每一個 欸這個側站 我記得好像有七十幾個吧 七十八個 所以如果假設以後 你們遇到那個Jetson格式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要 稍微了解一下它的架構 不然的話你將來 即便是你用Excel 不寫程式的 你也很難去解析它 那如果 當然我上禮拜提到 如果假設你這樣看OK的話 也許你這樣看沒關係 那如果你假設那個 比如說沒有說 沒有幫你做分行 全部都串在一起 你很難找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 我上禮拜提到的一個工具 我蠻習慣用這個工具 叫做 Jetson Edit 這個工具 那一般習慣會把這個資料 把它Ctrl-A,C 然後直接到這邊 切到Test 把它當文字貼上 然後先Ctrl-A,Ctrl-V 然後再切到 把它當一個物件 變成一個類似樹狀結構 所以切到Tree的時候 那這樣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邊就會出現 你把它折一下 它就會出現 它跟你講說 裡面它其實是有10個key 那10個key裡面 最下面這個是我們要的key 叫recourse 後面有幾個item 幾個項目 它也會顯示出來 那一般的話 如果用Jetson 它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也就是說 它總共有78個 那編號應該是從0到77 OK 那應該沒問題 而且會告訴你說 它裡面有幾個資料 有5個資料 所以打開來你會發現這5個資料 那利用這樣的架構 我是覺得 比你原始資料來的閱讀性 來的高很多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你光這樣看 當然因為我大概知道說 它在哪裡 所以往下捲動 我就可以馬上找到 可是如果你假設 沒有用類似像這樣的 樹狀結構的一個 這個編輯器來看的話 其實相對會比較辛苦 所以我建議還是善用工具 了解它的一個結構 好 那知道這個結構之後的話 那當然呢 如果你不寫程式 第一個 當然我上禮拜提了 你可以用這個功能 從這個Jetson 那從Jetson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 有幾個地方 要特別特別小心 第一個的話 它打開之後 會問你說網址在哪裡 所以我們直接就把 上面這個網址 或者是你直接 把這個網址複製給它 然後這邊直接把它貼上 OK 然後開啟它之後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 新的版本 它會幫你把這個 連結到的資料 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查詢 OK 所以它其實背後會 有用到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 應該叫query 就是query 是查詢的意思 那查詢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 這個連線 當成是一個虛擬的資料表 把查到的資料 幫你把它放在那個資料表 那如果將來 你要取得那個資料表 裡面的東西的話 還需要下C口語法 OK 當然呢 所以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它有點像 虛擬一個資料庫 然後把來源 變一個資料庫來源 然後裡面建一個表 OK 所以這個工具 叫query 其實就是有點像 幫你做一個查詢 那當然我是覺得 比起以前的方法 來的稍微麻煩一點 因為它其實有點像是 幫你把它放在一個 暫存的資料表 再把它查回來的意思 你可能想說老師 那我直接查就好了 就不需要還要暫存 是沒有錯啦 不過 基本上它有設計的 它有它的 一個概念 你至少要知道 因為你沒辦法改變這個工具 因為將來你還是要用它 所以你會發現第一個 你連線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邊架構 其實就長得很像 這個架構 其實 就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是我剛剛用的 Json Editor 你會發現如果你用 Json Editor 看到的 其實就長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其實它概念 基本上是一樣 那以Sale本身 有點像是 就幫你把 Json Editor 這個東西 把它內建進來了 所以Power Query 第一個 就是先跟你講說 它裡面的Key 第一個Key是Fill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呢 如果你要的話 你就把它展開來 後面還有一個超連結 當然我們要的東西 我剛剛已經確定過 我要的是在最後一個Key 所以我把它展開來 看一下這是不是我要的 是我要的 所以如果你將來利用新的版本 我是覺得還蠻方便一點 第一個你把連結給它 第二個你要知道 你要的資料在哪一個Key裡面 你就把那個Key展開 展開的話特別注意 它這邊有超連結 所以你就把這個地方 點選綠色的地方 把它點開 它會馬上幫你展開來 意思是說 你會進到這個Key裡面的資料 把它展開 所以點開來之後呢 假設有70幾筆資料 它就幫你建一個清單 OK 那實際上 它所謂的清單 其實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中瓜糊 所以將來如果說 你展開來 會是一個清單 大部分 資料應該都是放在中國阿虎裡面 OK 所以喔 這個中國阿虎裡面就放個清單 但是你想說 如果你要全部 把裡面的資料全部取回來的話 OK 所以你點進去之後 它就幫你列出來了 OK 那當然裡面的話 就一筆一筆的 如果說你今天要 取得這裡面的所有資料 並且變成表格的話 因為畢竟喔 它現在是不是表格 當然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有點類似像這樣 這邊有78筆 然後有點像這樣 裡面的話 是不是表格 當然不是啊 它就是一個Key跟Value Key跟Value的架構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這個Key跟Value的架構 把它轉換成表格 也就是說 它其實有點像 只取那個第一個資料裡面的前面的Key 當成是它欄位名稱 那就把資料先 這個後面的Value就放在第一筆 那底下的話呢 就放第二個資料的Value 那一直放 所以喔 第二筆資料的Key 它就不管了 而且並且有點像轉字 幫你轉個方向變垂直 現在都水平的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Excel這個工具厲害的地方 但是記得喔 你點進去之後呢 如果你要把它變表格的話 記得喔 你必須要點這個功能 叫倒表格 也就是點選Record 這個有沒有 然後把它變成表格 記得要點對啦 因為這個如果沒點對的話 它基本上沒辦法幫你轉換成表格 它就是幫你把那個Key跟Value把它轉 然後它幫你倒表格 對不對 對,OK,按確定 好,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它已經幫你把 剛剛的那個Record裡面的 所有的陣列 一筆一筆的話 都放在那個表格裡 但是呢 這邊還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因為裡面總共有五欄 那它其實就是把一筆資料 全部都塞在同一欄裡面 那我要把它分成五欄的話 該怎麼做呢 其實跟各位講 這邊還有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這邊喔 記得喔 這個應該有很多人 可能不太熟喔 如果你要把它分開來喔 五欄變 就是整個展開來的話 記得這邊有個機關 這個機關的話一定要點開來 如果你沒點開的話呢 那它就不會幫你把它分開 就變成說 所有資料都在同一欄 OK 那如果你要展開的話呢 記得點上面這個機關 另外還要注意一點喔 這個展開之後喔 OK 底下還有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 可能它特別注意喔 使用原始資料 行名稱當成是前日詞 意思是說 前面那個key 你要不要保留 當然不要啊 不要的話呢 你記得喔 就把前面的打勾 一定要取消 按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就全部幫你展開了 OK 當然如果喔 你有那個資料比較複雜的 可能在這個 KeyValue裡面還有KeyValue的話 那你還要再展開 否則的話呢 它就沒有辦法幫你把這個資料 變成你要的結果啦 OK 那你會發現另外上面也會出現 有一些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實際上 就等同我印象中跟那個 Power BI的那個Power Credit 應該是一致的 那這個如果在Power BI裡面叫DAX 所以理論上這個應該也是DAX的那個公式喔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延伸去學習那個Power BI的話 那其實或許這個也是必須要把它熟練的 OK 所以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或許可以試試看那個Power Credit裡面 那個Credit工具 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我在猜應該是一樣 因為微軟經常是把同樣工具介面都放在不同的 這個平台底下 OK 那最後的話 如果你希望把這個資料底下看到應該沒錯 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分別有各個側站、縣市、PM2.5數據等等的 要把它匯整到Excel的話 那最後你只要關閉並且載入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資料放在A1 OK 那再把它關閉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建立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幫你把資料放過來 但是它放過來的話會是個表格 表格實際上就是資料表 那其實就是Table的意思 OK 但是這個Table如果將來你用Excel的那個函數 比如說View函數來查詢 那會造成一些錯誤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這個錯誤發生的話 最後好像有跟各位講 你可以把這個轉換成範圍 如果你沒轉換成範圍的話 那將來查詢 我覺得會比較不方便 所以要我的習慣 我會把它轉換一下 然後按成4 這樣就OK了 那上個禮拜有講 其實我要把這整個過程 一樣錄製去集 但是可能還是要做一些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是把一些不必要的程式刪掉 讓它可以Run 所以最後Run 把這個程式寫出來的話 我印象中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上面 基本上放在這個 那我剛剛的動作其實也有截圖 所以如果各位 假設將來 也許你現在沒有這個版本 那將來如果說 你有手邊有 或者你剛好用到的話 那記得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最終這個地方 應該還是要把它mark 其實主要是這一個 倒表格之後 這邊有一個按鈕 這個一定要按 我這邊我是忘了加一個這個 然後記得這個打勾 一定不要打勾 或者他會把那個前面的key也帶過來 然後就是整個載入 關閉並載入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複製整個資料表 然後再貼上 其實結果也會是一樣的 那當然呢 我上禮拜提到 如果你假設 不知道就是說在Excel裡面 如何把它變成程式的話 當然我是覺得Excel在這部分 比較人性化一點 就是它可以錄製聚集 所以上個禮拜呢 我也是再把動作全部錄下來 但是其實我有修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當然註解一定加上去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呢 我這上面呢 會加上一個1 這個1是什麼用途呢 這個1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如果是查詢 也就是說它會在這個 Excel裡面會幫你建一個連線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呢 假設再查詢 沒有把舊的查詢給刪除的話 它會重複到 所以我在這個程式上方呢 我多寫了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先把舊資料刪掉之外 也把舊的查詢先砍掉 如果沒砍掉的話 那會發生錯誤 這個有點像這樣 我這個好像上禮拜已經 把它Run過了 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我假設沒有執行的話 然後我一Run 其實基本上就會發生 我先把舊資料先刪掉 那如果我這邊會執行有一個 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話呢 它在Active Book 指的是目前工作部底下的一個 紙物件 叫做Queries 所以其實基本上 就是透過這個Queries 裡面有個點Add 就新增一個連線 那連線的話呢 它用的名稱會用我們那個 那個網址 所以這個名稱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一個 那如果我說你前面用過 它好像會重複到 所以Add的話 這個好像沒錯 那這個 OK 這個 這名稱都OK 那可能是那個名稱是沒有重複 我再Run一次看看 如果再...比如說第二次再Run 我假設沒有刪掉 它就出現錯誤了 OK 所以如果呢 你沒有刪掉舊的名稱 那你再新增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那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剛Run的時候呢 這邊名稱 所以它這個名稱好像好幾個都不一樣 OK 反正你Run過一次 它會有一個這個名稱 那如果這個名稱存在的話 你如果沒有把它刪掉 那會造成什麼? F8看一下 它如果出現什麼? 查詢已存在 指的就是說 我們剛剛 執行的那個查詢 所以如果要避免這個錯誤的話 一樣 就是 把它按真錯 建議是在上面 就是 加上刪除就連線的這個敘述 所以呢 一般是說這樣 如果Bug住 我會直接在上面加上刪除的程式 OK 然後呢 並且把程式往上拉 然後檢查一下 這個 query count是不是 這個叫連線的數量 點count者 我後來發現 它有個屬性叫點count者 OK 然後呢 是不是大於0 表示說有一次以上的 然後呢 確定說它那個query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呢 通常會跟這邊的這個名稱一樣 所以把這個名稱複製 雙引號到雙引號這個範圍 選名稱 把它複製之後貼到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query裡面 這個名稱 所以理論上這個名稱跟下面這個名稱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呢 把上下一樣 所以有時候它這個太長的話 你可以把它縮短 它好像是直接抓那個 就是 那個 它的 那個 UI 它的那個網址的那個後面那一串 OK 然後加一個點delete OK 所以如果我把它點delete的話呢 那再重新add的話 有沒有刪掉 所以這一行刪掉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應該是刪掉這一個吧 我看 把它delete掉 那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的話呢 應該刪到最後面這一個 這個就不見了 然後呢 我再去run它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呢 它就過關了 那也 當然同時的話 你add之後 它底下這邊又增加一個 OK 那這個的話 其實就我剛剛講的 它有點像是在 Power Query裡面 新增一個 看不到的一個表格 那如果我要存取它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邊會利用另外一個物件 叫做list objects 它隸屬的話 上面這個的話 是在那個 workbook 工作簿底下 下一階 可是這個list object 它是在 序值的下一階 等於是工作表物件裡面的list object 所以 理論上 這兩個應該隸屬不同 反而這個階層比較高 因為 一個工作簿 會有多個工作表 OK 所以理論上這個大概知道一下 那後面的話是add 一樣是新增一個list object 這list object裡面主要就是說 它一樣是用什麼 用SQL語法 去做查詢 所以你會發現 它底下的話就是用 當然它command type 除了用SQL之外 應該有別的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查一下 你可以按F1 裡面應該可以有其他的查法 然後呢 你會發現底下會帶一個 這個 SQL語法 slash所有的front 這個table OK 然後把它全部查回來 好 refresh就是查 所以這裡也是跟querytable很像 refresh就是查回來 然後查回來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放在A1 所以查回來之後 那你會發現它資料就過來了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把那個list object 把它這個 轉換成範圍的話 那我是直接抓它第一個 把它unlist unlist unlist就是 其實這邊 中文名稱叫轉換為範圍 可是英文名稱好像叫unlist unlist unlist的翻譯應該叫什麼 轉成不是清單嗎 所以其實喔 我就有時候反而看那個 英文名稱可能會比較接近 實際上的那個 就是它那一部運作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透過list object 把資料 放那個表 就是table裡面的資料 放在list object 然後 如果你要把它恢復成範圍 就是range的話 那就是加一個unlist 另外的話 數量你不能從0開始 VPA的那個 那個物件有蠻特別的地方 大部分它都不是從0開始 可是如果java的話呢 大部分都從0開始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把它轉換為範圍 OK 那就恢復了 那實際上啦 當然如果你用錄製的話 程式非常的冗長 那我其實已經把很多東西給刪除了 所以長的類似像這樣子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就是說 把那個新的版本 如果可以取得新版本 當然可以練習 如果假設 你的新版本 假如目前沒有的話 也許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用其他方法 那我們上個禮拜有介紹 至少兩個方法 待會再來看 呢 好 好